在今年的三月间,绿岛遭受到货轮偷排废油污染的海洋 经过环保团体以及县政府等相关单位的抢救之后 也渐渐地恢复原来的海洋生态 而东海岸风景区管理处在10号是公布了 食浪渔越保护区的海洋生态规定 可以看到许多的珊瑚卵宝宝 他们也欢迎民众进行潜水活动的时候 可以看看这个季节限定的景象 但同时也呼吁民众除了观看珊瑚卵宝宝之外 要避免过度干扰或是碰触的行为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块来欣赏这个珍贵的画面 海中的珊瑚自由自在地摆动 上面一颗一颗白色的球状体 这不是污染物,而是珊瑚所产出的卵 东莞处发现在食浪海域潜水区 绿与珊瑚已经开始在产卵 而且珊瑚宝宝会依附在妈妈身上 珊瑚宝宝其实是我们这几年都有在进行 我们的这个海陆域的一个基础的生态的调查 那我们去年就开始进行这个绿岛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田准的生态调查也是第二年 那在这个例子,在我们这个调查的过程中 就是有观察到这个水浪这个保护区里面有 这个珊瑚宝宝站在某体上面这样子的一个 升级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想说也 刚才有这个画面给所有的游客可以知道 那去遇到潜水的话可以去观察这样子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珊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现象 绿岛前阵子遭受到废油污染的海洋 经由抢救过后逐渐的变好 东莞处推荐民众能多来欣赏这珍贵的画面 并呼吁民众除了来欣赏外 要避免过度的干扰和触碰行为 才能持续的孕育出绿岛海洋天堂的景象 记者蔡承翰台东市报道